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湏特拉 叙利亚 义克兰等等的难民原著都可以看得到此地的大海足迹 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西京就是有62幅由图尔勤 马纳海国际学校这一些叙利亚的诗学学统所绘画的画了 而在62幅画里面 远远的看的时候你看到第一层是黑黑雾雾的 因为画的都是战争 飞机 炮弹 但是随着他们走进了学校 得到的教育 看见了希望 他的画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五彩缤纷 而这所学校成立的关键人物 就是您画面上就看到的这位胡光中 胡大哥就说 当他去街头 把这些在垃圾堆里面找食物 乞讨的师学孩子 带回了学校里面之后 他在家庭里面看见了笑容 在土耳其当地 大学生的录取率大概是五成 但是马纳海国际学校 就超过九成的孩子都上了大学 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努力 跟他们珍惜这份 可以学习的得之不易 而在这个建校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不容易的事情 当时其实政府也相当地混乱 所以就开了一个停学宣告 跟马纳海国际学校说 你不可以再教孩子了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时候 其实胡大哥整个人都愣住了 而且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甚至说不出话来 是真的说不出话来 他突然失去了语言这件事情 一直到经过了一两个月的周旋 终于拿到了开学通知 那个时候还有突然恢复了 可以讲话的样子 人家是一夜白头 而他是一夜失语 但有所幸因为有大家的共同合作 终于马纳海国际学校 这些孩子们可以重新再打开课本 开始他们的学习 COVID-19那个时候还正当严重 台湾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还买不到疫苗 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们 他们就决定他们要开始把 他们平常存的竹筒通通捐出来 但是在竹筒里面 竟然就发现了一个很陌生的硬币 是一美一欧人的硬币跟一封信 来自于八岁的阿里 阿里说这一个一欧人的硬币 对我来说好珍贵 我好珍惜它 但是我知道这面硬币再怎么珍贵 都不会有比需要的人更珍贵 叙利亚爱台湾 所以他洗下了这封信 投下了他珍贵的一欧元 当付出的爱有多宽 得到的爱就有多广 当他们看到东西三国 因为封灾的关系 这些村民留地失所 失去了家园 所以他们主动就说 老师我们也要来送给他们帮助 所以又开始了木心木岸 甚至是在竹筒里面 就看到了用手写的五 手写的一 这原来是专属于孩子们爱的支票 胡大哥就说 他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一个一百八十几公分的大汗 他就会哽咽 然后眼睛会红红的 他说以前我哭的时候 是因为我看到这么多的苦 我不知道从何帮起 而我现在的哭 是非常欣慰的哭 因为我看到这群孩子的爱 我看到这群孩子们 他知道付出 知道感恩 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光明 带给这个世界 付出的爱有多宽 得到的爱就有多广 而这群孩子们的星光 也将在星月底下闪耀 再把爱传递出去 回饮沟的旅程 带给你更多温暖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 我一直勾勒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 二十年后这些孩子 他会长大 他会回想 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 有一群人 这群人我不记得 他叫什么名字 不过这群人到 这个地方来帮助我读书 也许 那个孩子到那个时候 他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那个种在他脑子里面的种子 那一天就会发芽 会长大 会变成一棵爱的树 可以给更多爱给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